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四大银行之一的西太平洋银行 由于受到了反洗钱机构指控 其违反的操作达到2300万次 有可能将会面临天价的罚单 因此整个银行股的板块都出现了下滑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海整体是上证指数下跌0.3% 深圳大约下跌0.4% 欧美方面也普遍以轻微下跌为主 英法德普遍的跌幅在0.2%左右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也有轻微下跌 跌幅也不是太大 约在0.1%至0.2%左右 除了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下跌15美元左右 目前报价是1467美元 而油价则持续上涨 目前一同美国油报价大约是58.30美元 而数字货币比特币 目前也是首次再一次跌破了8000美元大关 对比昨天价格是下跌了达到9% 目前的报价是7500美元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的是 澳洲目前这个星期最大的新闻 就是四大银行之一的西太平洋银行 再次出现仇闻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澳洲的银行业日子都是非常的不好过 基本上是每一家银行都被轮流的调查 去年是联邦银行被查出来 违反了反洗钱法规定 被罚了整整7个亿 导致最后是CEO下台 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轮到了国民银行 国民银行被皇家委员会指控 也是多次违反了规定 使得其董事长加上CEO 两个人都下台 那么在这个星期又到了西太平洋银行 这次的指控是非常的夸张 说其违反了反洗钱法规定的次数 达到惊人的2300万次 我们知道在去年联邦银行 被罚了7个亿的时候 其违规次数大约是2万次左右 但这一次西太银行 达到了其1000倍的程度 2300万次 那么有很多媒体最近一天两天 最近两天有中英文媒体也说到 上一次2万次的违规罚了7个亿 那这一次超了1000倍 是不是要罚7000亿 或者说就算打个折 罚700亿 70亿 也是让银行够呛 如果是罚到700亿呢 或者700亿以上 那西太平洋银行呢 那就肯定会倒闭 那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大家大不可 这个这么担心 首先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 我个人认为是绝不会倒闭的 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我们要知道 目前的经济并不是澳洲 是非常的强大 事实上 中国经济在下滑 澳洲经济深受影响 中美呢 又没有签字 在这个时候 澳洲央行好不容易通过连续三次降息 提振了房地产市场 如果这个时候 把一家四大银行之一搞垮了 搞破产了 那就意味着几乎来说 过去的半年努力就要前功尽弃 因为澳洲的银行呢 对比美国不一样 澳大利亚所有的纳税人 其养老金都购买了 澳洲四大银行的股票 因此 实际上来说 如果这四大银行中 有哪一家倒闭了 那么对于每一个澳洲的纳税人 和有养老金的人来说 都会是严重的损失 因此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 只有24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 它是承担不起一家 四大银行之一的一家 任何一家发生倒闭的 那将会意味着 澳洲整体的进入 经济很有可能将会陷入衰退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底气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这一次的违规 肯定会被罚得很重 但是不会导致其破产 澳洲的政府 包括监管机构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打压一下银行 过去几年赚了太多钱 嚣张的气眼 但是本质上并不想把经济给搞垮 所以只要我们认清这一点 基本上就能知道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虽然罚款会很大 但是银行的垄断地位没有被改变 只要这个垄断地位不变 那么其盈利的模式和赚钱的能力 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然后再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呢 这个第二点 就是本周初 猛牛收购贝拉美的议案 正式得到了批准 有朋友也在问 那为什么猛牛会收购贝拉美呢 不收购澳洲其他的奶粉品牌呢 今天我们也就稍微来说一说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呢 有很多中国这个消费者喜爱的奶粉品牌 从最知名的A2到贝拉美 到现在新冒起来的BOB 包括之前的德运等等呢 都做婴儿奶粉品牌 但是为什么这次偏偏收购的是贝拉美呢 那么其实啊 这对于猛牛来说 也是唯一的选择 首先A2奶粉已经拿到了中国的大牌照 而且现在股价这么高 市盈率又高 猛牛就算是倾家荡产 估计也买不起 而且A2也不会同意卖 那么其他家呢 BOB 也就是我们说的BOB 他的股东其中之一 是京东刘强东的老婆张泽天 你说这个猛牛要直接从京东的手里 把这个奶粉买过来 我觉得困难也是很大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家 也有 德运 但是去年已经被加拿大公司收购了 那还有呢 那有一家这个做维生素的Blackmore 但他的股价达到八九十块钱澳币 非常的贵 所以看来看去 其实现在呢 唯一奶粉股里面呢 品牌比较悠久 又有一定问题的 那看来就是贝拉美了 贝拉美的品牌呢 在过去的代购手中 被吹得非常高 说它是有机奶粉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澳大利亚所有的牛 它就没有是无机的 所以说他说自己是有机奶粉呢 就是个谬论 因为没有无机奶粉 这一说 澳大利亚所有的牛都是有机牛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也有可能投资者 或者说是消费者 后来意识到了 这个贝拉美没有其核心配方 或者说他的奶粉和其他奶粉 没有太大差别 导致呢 他之前的价格普遍比较虚高 那不管怎么说 他没有中国的奶粉大拍照 也就意味着 他的奶粉只能通过散装 代购等等形式呢 运到中国去 他没有办法在中国开直营店 所以对于猛牛来说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由于猛牛是在国内的 奶粉品牌里 或者说是乳液品牌里的龙头企业之一 因此他能够帮助 这个贝拉美呢 获得中国的奶粉牌照 而其他的呢 A2买不起 BOB也买不过来 Blackmore太贵了 德运已经被买了 所以挑来挑去 看上去最合适的呢 就只剩下了贝拉美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的 每日财经快讯内容 另外我们在这个星期天 11月24日中午的12点 到下午的4点 将会在墨尔本东区 Glan Weaverly酒店召开大型的股票投资峰会 欢迎您到时参加 报名电话呢 就是8658 0602和8658 0603 或者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 在线报名链接 直接 在线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